鲁迅写的覆盆子也叫树梅 我要从南州到北 我还要从北走到黑 我要人们都看到我 但不知道我是谁 2007年他与树梅结缘 人生轨迹就此改变 黄远超以汽车贸易起价 工人一个月挣一千多元的时候 他最多一天有四百万元进账 三十岁出头就拥有八家公司 当时应该说在天门地区 还没人拿一个比他的钱多 坐拥亿万身家 就应看准国内树梅市场的空白 2007年他回到老家湖北天门当农民 他要打造国内首家成熟的树梅全产业链 我也想着想着我回来干这事干嘛 那我真是呢 我那个时候我就跟他们说那我是有病了 树梅的梅 那名字不是黄远超吗 风那就风了 没到风 风也要风出名堂 十年间他投入所有积蓄 从种植到加工 创造树梅全产业链 当一切回报就在眼前时 想不开就我们来着这条楼这个事情的是 这种情况不是没有的 我不敢相信他没钱了 我也不敢相信他为了 为了找我借点钱 把他们家的房子给我压着 这怎么可能呢 十年磨一键呢 我这把键还没有磨锋利 还差一口气 对不起就是把市场做起来就行 大水冲毁了他九年心血 冲不垮他的坚持 他出让部分股权恢复重建 他把库存的冻果生加工 做成多种产品推向市场 与一线城市上百家高端超市合作 灾后半年 销售额就超过三千万轮 放弃一个事情 一秒钟的事 但是你坚持下来呢 可能是一辈子都还不够的事 请你给我倒碗水 假如你已经爱上我 就请你吻我的嘴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